好各位 因为我今年 应该是 四月份 有到花莲上课去 各位 你有在搭高铁的 有没有感觉到 他现在倒战因已经不一样了 有注意过吗 今年变的 应该是 还是去年年底变的吧 好这个地方我用 这个 用分页的方式 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比较常在搭高铁的 应该就有注意到 好你看这里 因为高铁的 倒战因不一样的 不过现在倒战前 车厢内提示音 不一样了 台湾高铁跟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 把布农族一首蕴含 祝福出行的人 以及期待丰收的传统歌谣 列前记枪歌 一只首各位发响 转化成高铁车厢内的广播提示音 20号全面上线 所以刚开始还不习惯 因为我听到这个音乐 好疼喔 那所以呢 就因为这样我就把它改编一下啦 所以就变成这个版本啦 那我有搭配 语音 因为这个用Beat的来做 比我用Smart做效果好 为什么 因为啊 其实 这个部分喔 诶 我看一下 有有有 我有 这里有 一二三 三个版本 三个版本 一个是全家的 一个是 你们家垃圾车来的 一个是这个 因为它的按钮就三个状态而已啦 所以我这边就只有这样 那 你看喔 我这边 就真的模拟 像我们高铁这样子 音乐播完了 就一个语音 你们这样看不到 看不到我的那个画笔 没关系 哦 银色你不知道 它有改喔 来我们 马上听看看好吗 好 按下A跟B 我们听看看啦 本列车即将抵达花莲站 请下车的旅客 记得您的行李 这样有没有比较有feel 对不对 因为它讲完 你会告诉你 现在到哪一站呢 啊 只是高铁还没有到 连宜兰都还没到 我们就先开到花莲了 这样OK吗 给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其实老实说 我是觉得声音的部分 声音的部分在那个 就是物联网这边的 就是好像创作相对比较少 相对比较少 因为好像都会比较屈就于 就是它上面只有 就是那种 我们比较传统的那个 单音的风鸣器 所以就 觉得 可以发挥的东西比较少一点 那我觉得说 这一块我还蛮 蛮多的 因为其实我有好几篇就是 在写这一块 好 这个给大家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 其实像下面这边啊 还有很多啦 还有很多像在简报61页那边 我也有做柯南的 还有湿湿的 还有这个垃圾车也有很多版本 还有全家旧的 全家新的我还没有用 真的真的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生活里面 其实除了视觉以外 听觉的部分啊 事实上 也很方便用 因为说真的 听觉的部分 你不用那么专心 有没有 所以有人说 那个广播啊 就是可以让你一心二用的 想听就听 不听就 专心开车 有没有 好 OK 这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有这样的一些应用 有兴趣 你再玩玩看 那么在简报60页这边啊 因为刚刚有同学有提到嘛 我想要用键盘上的去控制行不行 当然可以 键盘上也有 所以如果说 你想用键盘上的直接去控制 因为我们现在用模拟器嘛 所以其实这个音量 你都可以调 你就是在进阶功能里面 有一定要侦测 我就可以直接去侦测 我按下哪一个按键的时候 然后呢 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所以如果 如果你要做抖雷鸣发时候 就好像做一个钢琴键盘 你就可以像这样直接去制作 好 所以这个应用 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至于说 像这个很有意思的 好 你搭悠悠卡的时候 B的声音不一样 代表的 有不同的意义 这个你可以看一下 在好和弦 这个YouTube那里 他有 做比较完整的介绍 你有空 你就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是想要把它 用成 就是 乐谱的 就是用歌的方式的 我这里也提供几个 给你参考 像这个龙猫 有没有 因为像这个网站 它上面有简谱 有五线谱 就看 以我们 这个webbit上的这个调整来讲 其实不管是简谱 还是五线谱都还好啦 因为你就是直接滑过去 就有声音码 好 所以就可以自己稍微试看看 好 可以试一下 玩一玩 那这个网站呢 你进去了之后 有繁体中文 它可以选择 简谱 还是五线谱 好 继续造访一下 诶 好 不让我造访 好 我看一下 因为这边没有HTPS 好 这个你 我改一下好了 因为你加上S之后 应该是可以过去的 加上S 好 马上改变一下 有有有 有没有 这样就进来了 那里面呢 都会有简谱还有五线谱 好 就这两个 所以你可以看 你比较看得懂哪一种 简谱比较容易啦 那当然如果你 本身就学过钢琴的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乐器 可能用 五线谱 你觉得比较习惯的 你就用那一个 这样OK 好 好 所以在 有关于风鸣器的部分 我就先介绍到这边哦 好 parce 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